欢迎来到我们的艺术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新的电影公寓期啊 作为罗马尼亚的婴儿的前川 虽然无法与原作相比 但却为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惊悚之客 值得一看 接下来英国两名气候活动家 因为在国家画廊袭击范高的向日葵而被判刑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环保抗议行动的热议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 最后我将谈谈梅根·史密斯的去世 他在唐顿庄园和哈利·郭特中的出色表现 使他成为了勇合的表演女王 让我们一起回顾他的辉煌职业生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新的前传公寓期啊 虽然无法与罗曼·波兰斯基的经典作品 罗斯玛丽的婴儿相提并论 但仍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气氛吸引观众 影片围绕着克里这一角色展开 他是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年轻舞者 因希望能与白老辉制作人艾伦马尚德见面 而搬入布拉姆福特大楼 在他的故事中展现了原作相似的紧张氛围 诸如不安的梦境和神秘的对话 尽管整体剧情并未达到波兰斯基的深度 但导演纳帕利·埃里卡·詹姆斯成功地创造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 为经典故事增添了新的维度 美联社报道 英国两名气候活动人士 因在文敦国家美术馆向饭刀的项玉葵泼番茄汤而被判刑 23岁的菲比·普拉莫背叛两年监禁 22岁的安娜·霍兰则背叛20个月 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尽管化作本身因保护玻璃未受损 但金色框架却遭受了1万英镑的损失 法官在判决时指出 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艺术品的严重损患 并对普拉莫表示谴责 认为他的信仰并不赋予他犯罪的权利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于艺术保护与社会运动之间界限的讨论 参论官还提到 流行歌手Lily Gaga在音乐界的转型令人惊讶 他的新专辑Horl Quint 与他在即将上映的电影《小丑》 《双重疯狂》中饰演的反派角色 哈利·奎英相辅相成 专辑中融合了经典爵士乐和流行元素 Gaga通过重新演绎许多经典曲目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同时也加入了两首原创作品 展现了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与创新 尽管专辑的风格与他早期的电音流行有所不同 但他的表现依然充满活力和个性 证明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多样性与深度 CBC报道周末在爱德华王子党国际贝蕾截上 超过550名参与者出现了恶心 呕吐 腹泻等症状 卫生官员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调查发现参与者的粪便样本中检测到了诺卢病毒 这次疫情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肠道疾病爆发 活动组织者表示 周六有3200人参加了节日 卫生部门已建议所有有症状的人填写在线问卷 以帮助追踪疫情的范围 为了降低未来活动中肠道疾病爆发的风险 卫生官员提出了六项建议 包括加强卫生检查和确保食品准备区域的卫生 DBC报道 气候抗议者在西北安普顿的市议会会议上打断了会议 抗议者在会议外播放大声音乐 声称市议会在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方面无所作为 抗议者在过去的会议上也曾进行过类似的活动 此次行动标志着1000个声音运动的一周年 市议会主席在会议中暂停了议场 表示外面的噪音影响了会议的进行 抗议者强调市议会需要采取行动来改善空气质量 并呼吁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独立抱抱的气候活动组织停止新石油的抗议者 再次袭击了范高的向日葵画作 几小时后 之前因类似抗议被派行的两名活动人士被监禁 抗议者在国立画廊的展览上将汤汁泼洒在画作上 抗议者表示艺术与生命相比 保护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更为重要 法官在判决中提到 汤汁可能渗透到画作的保护玻璃下 并强调抗议者没有权利对艺术作品进行这种破坏 抗议者认为这些被监禁的活动人士将被视为立方 由约时报报道 西敏寺的布朗特姐妹纪念牌匾 在85年间一直存在拼写错误 直到最近才被修正 原本在诗人角落中展示的三位杰出作家 夏洛蒂、艾米尼和安妮布朗特的名字缺少了众英符号 索瑟庚正被视为对这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胜利 因为他们在G200年前几乎无法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作品 尽管他们的小说简爱和呼叫山庄对女性生活的描绘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现这个错误的沙伦奈特表示 这个小小的修正是对他们努力的认可 杜伦多星报报道 著名演员马吉·史密斯于89岁去世 令许多与他合作过的演员和粉丝感到惋惜 他已在哈利波特许用它 他已在哈利波特系列和唐顿庄园中的出色表演而闻名 许多同事分表达对他的怀念 演员修·伯纳维尔称赞他为真正的传奇 而唐顿庄园的创作者朱利安·费罗斯 则表示与他合作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特权 演员乌比·戈德堡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他的哀悼 称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伟大女性和出色的演员 纽约时报还报的著名摄影师凯文·马卓尔的故事 他在音乐界享有圣语 曾为泰勒·斯维夫特·毕昂斯和麦当纳等明星拍摄演出 马卓尔在众多重要活动中自由穿梭 捕捉到许多珍贵瞬间 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前夜的最后几张照片 他的座右名是为什么不让人们看起来更好呢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成为现场数字摄影的杰出记录者 深受摇滚乐和电影明星的青睐 纽约时报报道 马拉·明德尔的音乐剧《泰晨Q4》2022年 在达里尔罗斯剧院上演以来 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明德尔以他独特的讽刺风格和对音乐剧行业的深刻理解 成功将这个以赛林·狄温歌曲为主题的戏剧 从地下剧院推向了商业舞台 他的新作《贝盖·杰克逊》即将于9月30日首演 这是一部关于逃离音乐剧世界的华丽舞台剧 明德尔将其视为他的告别之作 他在咖啡馆中分享了自己与这个行业的矛盾关系 展示了他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和挫折 《环球邮报》报道 温哥华的建筑商们因新住宅开发费用飙升 而发起了呼吁 要求地区政府重新考虑这些费用的增长 开发商指出 在严峻的住房市场中 政府对新房基础设施的费用增加 使得新住房的交付几乎变得不可能了 随着联邦移民政策带来的新居民激增 开发商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诉求 并提出成立一个由开发商和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 以寻求解决方案 随着新项目的建设陷入停滞 开发商们警告说 这种费用的增加最终将转嫁给购房者 《纽约时报》还报道了两名气候活动家 因在伦敦国家美术馆袭击范高的向月归 而被看入狱的事件 安娜霍兰和菲比普拉莫在展览中扔了番茄汤 并用胶水粘住了自己 提出了艺术与生命的更重要的问题 法官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认为这种愚蠢的抗议方式 可能对艺术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霍兰被判处 20个月监界 图拉莫则被判两年 法院认为他们的行为对画框造成了严重损害 降低了其价值 降低了其价值 顶发了对艺术保护和抗议方式的广泛讨论 《多伦多星报》报道 89岁的马吉·史密斯于周五去世 他在超过60年的职业生涯中参演了数十部电影 他的角色从简布罗迪的春天中标志性的表现 到在七部哈利波特电影中饰演的麦格教授 涵带了从莎士比亚的奥塞罗到动画片诺维奥与朱丽叶等多种类型 他的电影作品包括《无处可去》、《南方之死》、《修女也疯狂》、《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 展现了他广泛的演绎才能与深厚的艺术造诣 美联社报道 澳大利亚一座博物馆的女士休息室展览引发了激烈争议 最高法院裁定该博物馆有权禁止男性进入 这场展览旨在强调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排斥 策展人吉尔莎·凯切尔承认她所展示的艺术品 包括自称是西班牙大师毕加索的作品 实际上是伪作 法院认为该展览旨在促进女性的平等机会 因此可以不受性别歧视法的限制 此看觉被视为对凯切尔的胜利 他表示展览的目的是让男性感到尽可能被排斥 美联社还提到实验摇滚乐队《修修》在经历了20年的发展后 依然在为边缘人群创作音乐 乐队的创始人杰里斯图尔特表示 他们的音乐风格既独特又难以归类 虽然即将发布的第18章专辑在结构上更接近传统的西方民谣 但依然保留了他们的实验精神 乐队成员安吉拉·肖提导 尽管在创作过程中会有争执 但他对斯图尔特的尊重使得他们能够共同困难 随着他们从洛杉矶搬到柏林 新的环境也为他们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与挑战 查勒瓜话道 梅吉·史密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演员 他用独特的方式展现了社会边缘人的灵魂 他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 既有在布罗迪小姐的黄金时代中获得奥斯卡奖的精彩表演 也有在《女神在车上》中的幽默与悲剧交织的角色 他在《唐顿庄园》中饰演的格兰瑟姆伯爵夫人 同样让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梅吉·史密斯的角色总是充满了古怪的个性 他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人类复杂的情感和社会地位的焦虑 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独特态度 他的幽默和讽刺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 也让人感受到深深的孤独与忧伤 《纽约时报》报道爱尔兰演员安德鲁·斯科特将在明年春季 与百老汇外演出一部一人版的万尼亚旧景 这并不是斯科特首次演绎这部契科夫的经典作品 他去年在伦敦西区曾独自扮演剧中所有角色 获得了不少好评 新制作将在西村的卢西尔·洛特尔剧院赏颜 导演为萨姆·耶茨 剧本由西蒙·史迪芬斯改编安德鲁·斯科特因在 巴都饰演热男神而声名雀起 他还因参与多部影视作品而受到关注 这部一人版的万尼亚旧景将于3月11日开始预演 并于3月18日正式开幕 预计演出八周 CNN报道 梅吉·史密斯于89岁去世 享有剩余的他在演艺生涯中 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才华 从奥赛罗 奥哈利波特再到唐顿庄园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深深打动了观众 梅吉·史密斯于1934年出生于伦敦 年轻时便展现出过人的表演天赋 曾获得两次奥斯卡奖和多项艾维奖 他以优雅的姿态和独特的幽默感面对衰老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优雅老去的邦恙 他的儿子们在声明中表示 梅吉·史密斯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安详一世 留下了两个儿子和五个孙辈 大家都对失去这位非凡的母亲和祖母感到无比悲痛 Telegraph 报道道道 近七十五名退休人员申请养老金信用 以争取保留冬季燃料补贴 由于财政大臣瑞秋 李夫斯希望通过剥夺一千万退休人员 每年高达300英镑的补贴来节省14亿英镑 导致养老金信用的申请人数在劳工党宣布后翻倍达到7400人 预计如果所有申请都成功 政府将面临高达5.4亿英镑的支出 尽管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以应对养老金信用申请的增加 但分析师认为数将超出预期 对此劳工党面临日益增长的反对声望 甚至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哈德恩也批评这一政策为糟糕的政治和经济决策 此外数据显示 去年冬季燃料补贴的发放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21400比 尤其是75岁级以上的老年人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Yahoo!US报道著名英国女演员梅吉·史密斯于89岁时去世 曾因在哈利波特和唐顿庄园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广受欢迎 她的两个儿子在声明中表示 母亲在伦敦医院平静的去世留下了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 家人对她的离世感到十分悲痛 北极·史密斯的演艺生涯跨越了多个时代 赢得了包括养作奥斯卡奖在内的众多荣誉 并应在哈利波特系列中饰演麦格教授 而获得了新一代影迷的喜爱 她在唐顿庄园中也有出色表现 角色在最后一季中因病去世 家人感谢医院的会议团队以及粉丝们的支持 并请求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gri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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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